风潇潇顺手甩给他一粒,一边骂倒,让你在笑,同时慢慢地向正前方走去,刚才飞刀射过来的方向。 虽然眼前暂时没看到任何人,但风潇潇已经肯定,京风就在前面的某棵树的后面。 风潇潇小心翼翼,一步一步踏前,他手心也是捏了一把汗,随时准备好发动小风霜度和风驰电撤,来躲避下一刀。 没有,下一刀始终没有出现。 风潇潇有些不耐,心下一横,忽然脚一顿地,风一般地就朝前掠了出去,同时脑袋不停地向左转向右转,观察两边的树后到底有没有人。 风潇潇觉得,自己这么快的速度,应该有点出其不意的效果。 的确出其不意了一下,但并不只有对方,风潇潇自己也被吓了一跳。 风潇潇这一掠过再回头,看到在周围的几棵树后,居然一共藏有四人,其中就有京风。 京风当然是毫不手软,抬手就是一刀。 现在,风潇潇是眼睛看着他出的刀,当然躲起来不是什么难事了。 略出的身影一个转向,飞刀就在昏暗的林间炸开了。 嗖嗖嗖连续三声,三道剑光刺刀。 是九位和自己交手的三才剑联手出击了。 风潇潇听京风在那里叫道, 逼紧一点,不要让他的飞刀出手。 风潇潇笑道,哼,逼紧我,你们追得上我吗? 说完,转身开始在林子里兜圈子, 而飞刀拿到手上才发现,如此茂密的树林当中, 双方都在全速移动的情况下,用暗器是非常不方便的。 自己和目标人物之间,始终有东西遮遮挡挡的, 一般会是一棵甚至一棵以上的树。 而此时风潇潇竟然将发现,京风已经没有了踪迹。 风潇潇忽然想到了林子边上半死不活的刘月, 刘月的伤不可能这么快去回复的, 连忙调转了移动的方向,又风一般地掠向了原处。 难道京风一开始的目的,不过就是要把自己引开, 而去对付那边的刘月。 的确,如果是这么多高手联手, 对付刘月比对付自己要容易多了。 风潇潇忽然又想起来, 刘月刚才在铁骑盟里戳穿了铁骑的老铁, 是不是就是他恼羞成怒, 要求京风他们做了刘月以泄愤怒呢? 渐渐地,有声音传到了风潇潇的耳中, 正是从临边刘月所在的那个方向传来, 是兵器碰撞的声音。 眼前忽然一亮, 从林子里面朝外望去, 的确是清晰得很。 就在那里, 刘月正以一敌二。 京风呢? 京风在哪儿? 风潇潇稍有顾忌的就是一个京风了。 京风也在, 他拿着飞刀, 像个偷窥者一样在一旁鬼鬼祟祟。 风潇潇一看已然明白, 刘月有意地钻到树林中, 总让自己和京风中间隔着树, 隔着人, 弄得京风也是巫通下手。 他选这么个地方, 想抑制风潇潇的飞刀, 而现在, 自己也被其所限。 而京风的听力也着实了得, 风潇潇刚一接近这一范围, 他就察觉了, 连忙也是隐身术后。 风潇潇大叫可击, 刚才自己不要愣了一下, 尽早全力飞他一刀, 京风今天可就被自己灭了两回了。 现在嘛, 还是赶快去相助刘月吧。 风潇潇的身子飞出, 他听得身后也传来声音, 想必是三才剑也已经赶到了。 而刘月交手的两人是谁呢? 在林中若隐若现的还真认不出来。 风潇潇大叫一声我来了, 同时听得身侧风声顿响, 知道是京风朝自己出手。 不过现在嘛, 自己正在移动当中, 脚下不停, 顺势也就飘了过去。 京风郁闷, 想射中移动中的目标, 本就让难度大增, 何况自己的目标是江湖上移动最快的。 自己也没想着这一刀就能击中他, 只是希望能阻他一阻, 结果还是失败了。 更郁闷的还在后面, 这一刀炸开, 没能阻住风潇潇, 却让后面赶来的三才剑身形一致, 不得不绕道而走。 京风是真想掐死自己。 那一边, 风潇潇一声我来了, 几乎已经赶得上他飞刀的杀伤力了。 两人闻声, 都是下意识地缩着脖子, 顿时就矮了竖节。 而风潇潇听到流月一声大喝, 树林中间突然刀光暴涨, 依稀可见是一道闪亮的石子, 跟着就看到一个人影倒飞了出来, 正巧落在风潇潇的身前。 风潇潇瞥瞥了一眼, 是风雨飘摇, 看他仿佛还没有挂, 风潇潇也就没有客气, 顺势一脚就踩了上去, 还是用了风卷残云的一脚。 风潇潇在跑路的过程中踩死了一人, 跟着又听到流月的叫声, 风潇潇看到又一条人影飞出来, 也是落在自己身前不远的地方, 好像也还没挂。 风潇潇有些不满, 既然能砍飞对方, 干嘛不直接下杀手, 心慈手软呢? 想着, 风潇潇又是飞着脚就踩了上去, 却听得地上的人大吼, 你干什么你, 是我。 风潇潇不及细想, 这一脚要收也是来不及了, 连忙再向前努力一身, 总算是从这个身子上面跨了过去, 但是双腿插开的力度, 差点没把裤团扯了。 低头一看, 地上躺着的是流月, 原来这一次是他被人给砍出来了, 流月又在地上嘟囔, 药, 药。 风潇潇扔了颗药在他身上, 抬头一看, 吹雪的脑袋从林子里偷偷探了半个出来, 风潇潇一仰手, 滑光一道, 吹雪的脑袋在刹那间就不见了, 只剩下这棵树还在摇晃, 缩个脑袋居然晃动了一人粗的大树, 可以想象, 吹雪这一缩是多么的有力度。 风潇潇的心头又是一惊, 这惊风的飞刀再来该怎么办? 急忙回头, 自己和惊风那个方向之间, 真是千数万林。 难怪了, 这么一个好机会, 惊风却没有出手。 而三才剑已经气势汹汹地冲到, 风潇潇一台胳膊, 飞刀还没放出来, 三人在刹那间就没影了。 无数次写的事实, 已经让他们明白, 等看到风潇潇的飞刀离手, 再躲的话, 那就已经迟了, 在他胳膊一动就开始闪, 那还有点机会。 如果是在开阔的广场, 这个机会也是相当有限, 但现在是在树林当中, 一闪身就到了一棵树的后面, 所以机会大大的增加, 风潇潇也省下了一次出手。 刘月叫道, 我说, 你让开, 我要起来上药了。 风潇潇此时, 还披着腿跨在他的身上, 风潇潇动了动, 却呲牙咧嘴道, 哎呀, 不行啊, 腿好像抽筋了, 这动作难度太大了。 这时候, 那边立刻发出呐喊, 一人挥着剑冲出来, 风潇潇抬手就是一刀, 对方后仰, 翻身, 倒地, 消失。 这人是三才剑之一。 风潇潇还在骂道, 我靠, 腿抽筋又不是胳膊抽筋, 怎么都不动脑子的。 林子里, 请客间又恢复了宁静。 风潇潇紧紧盯着京风所在的那个方向, 只要他一露面, 就必须一刀截过了他。 如果让他的飞刀射过来, 此时的自己也是很难避过, 谁会料到游戏里居然也会有腿抽筋呢? 风潇潇有些后悔, 刚才自己没有经过大脑, 就嚷嚷自己腿抽筋了。 吴碧寄希望于京风会没听见, 听东西可是他的强项, 现在的京风一定是在找机会下手吧。 紧张, 除了紧张还是紧张, 但偏偏又是异常的宁静, 迟迟不见京风的动作。 忽然, 三才剑中余笑的两人还有吹雪, 这三个人开始动了。 但风潇潇却什么也没看到, 他只是听得出这三人在移动, 非常小心翼翼地移动, 而且移动的声音越来越轻, 是因为他们渐行渐远了吗? 这么小心地移动, 是不是怕稍微露出一脚而给自己当了靶子呢? 京风离自己最远, 他动不动, 自己光靠听是判断不出来的, 他是不是也离开了呢? 刘月忽然低声道, 哎, 好像都走了。 风潇潇也悄声道, 那三人是走了, 但是京风, 京风应该也走了吧? 这个他怎么会走啊, 现在可是他出手的大好时机啊。 刘月沉默了一下, 你觉得腿抽筋这种事, 说出来会有人相信吗? 风潇潇迟疑, 的确, 刚才连自己这个亲身经历的人都不敢相信, 刘月却还在补充, 更何况还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的。 风潇潇瞪了他一眼, 刘月继续道, 而且你后面又出手飞死了他们一个人, 我想啊, 他们大概认为你又在作息戏弄他们, 现在啊, 怕是真的已经闪了。 那万一他们躲在某个暗处再盯一会儿呢? 那你啊, 就继续在这儿蹲你的马步吧。 以上对话, 两人的声音都已经压得低得不高。 不能再低了, 如果除了对方还有人能够听到, 这人一定是鬼。 刘月从风潇潇的马步下面钻出来, 一边敷着金疮药, 一边望着风潇潇的腿。 哎, 这腿抽筋这么有意思呀, 是不是真的呀? 风潇潇又是一愣, 这条腿一动就会痛, 不是抽筋是什么呀? 刘月上好了药, 懒洋洋地说道, 任何受伤的部位, 动一动都会觉得痛啊。 风潇潇耻笑, 哼, 受伤, 无缘无故的怎么会受伤啊? 刘月忽然道, 哎, 你刚才踩来的那一脚, 是用上武功了吧? 风潇潇点头道, 当然, 早知道, 我刚才不如踩死你了。 刘月没理他, 继续道, 之后你跨过我, 这一脚伤的武功, 你收了没有啊? 风潇潇有些迟疑, 这个, 好像没有啊。 刘月望着地面道,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 应该是你自己的这一招, 踢伤了自己。 我靠, 这怎么可能啊? 这总比你什么抽筋有可能吧? 想知道的话, 一会儿你恢复以后, 再试一次就行了, 反正是游戏, 再伤一次, 也没什么大不了嘛。 那现在怎么办呢? 自己运功疗伤呢? 笨。 风潇潇运起冰心绝内功, 只须一肩, 腿已经回复如常。 风潇潇也感觉, 似乎不是什么抽筋了, 笑嘻嘻地说道, 诶, 好了好了, 刘月道, 你再试试啊, 看是不是抽筋了。 行了, 有时间再试吧, 现在先走了, 诶, 你能走吗? 我也差不多了, 边走边复原吧。 两人离开了树林, 风潇潇道, 你当心点啊, 没准前面又有什么埋伏呢。 刘月指着指身后, 不会了吧, 你看铁器梦都散会了。 风潇潇回头, 只见身后三三两两的人群正在飞速地向己方逼近, 从那个方向过来, 不是铁器梦的人还能有谁。 风潇潇回头道, 那还不快走, 铁器梦的人见了, 也是麻烦的。 但刘月此时身体还没有复原, 施展出来的轻功那叫一个恶心, 风潇潇想助他一臂之力, 结果两个人变得一样的恶心。 风潇潇叹息道, 哎呀, 能晚点出树林就好了, 现在躲进去也已经被发现了, 我的飞刀反而不容易施展了。 刘月摇头道, 没用的, 铁器梦的人怎么会正好这个时候过来啊, 肯定是京风和铁器之间疯疯报信的。 风潇潇的心理清楚, 拖着刘月, 自己轻功再高也是无济于事, 索性停下来等着对方, 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有什么话要说。 对方也不过是转眼旗帜, 带头的正是铁器, 众人在铁器的示意下也停下脚步, 铁器长枪立到身旁, 显得是威风凛凛。 看来的确是要找两人了, 于是风潇潇主动说话道, 我说铁帮主, 不至于吧, 一定要赶尽杀绝吗? 铁器面色一寒道, 小老板, 我们找的是刘月, 他留下, 你尽管走你的。 铁帮主, 你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小老板, 我知道你现在的飞刀 已经是神乎奇迹了, 但也总得讲道理吧。 风潇潇却说道, 我神乎奇迹的飞刀 其实还只是刚刚发生的事, 不知道铁帮主是从哪儿听来的。 风潇潇是暗指铁器和铅锋有联系, 自己飞刀已经超音速的事, 京风肯定会告诉他, 而在其他人听来, 还以为他说的是飞刀射鞭子一事, 对风潇潇的这句话就有些不理解了, 这其中的微妙, 却只有铁帮和风潇潇自己知道。 铁帮果然眉头皱了皱, 向刘岳望了一眼, 小老板, 我们不过想问刘岳兄几个问题, 并不会为难他。 风潇潇满不在乎地说道, 那就现在问吧, 问完了, 我们还要赶时间呢。 铁帮脸色极其难看, 但还是没有发作, 最后深吸一口气道, 好, 我就问两个问题, 希望刘岳兄你如实回答。 风潇潇和刘岳都没有搭理他, 铁帮道, 是谁派你过来的, 又是谁指使你说的那番话。 风潇潇忽然明白了, 铁帮和京风为什么如此揪着刘岳不放, 按理说来, 虽然被人窃听, 但却并未被听到什么要紧的事情。 虽然刘岳说出了铁帮和京风的事, 但是就算他现在杀刘岳一百遍, 这话也还是说了, 要算这个账, 倒也不必这么着急。 铁帮在刘岳说出这个消息后, 也想到了, 京风的身边一定有内奸, 纠缠刘岳, 其实是想找出这个人是谁。 风潇潇望向刘岳, 不知道他察觉了没有, 忽然又觉得好笑, 这查不察觉还不是一样吗, 刘岳也不知道那个人是谁呀。 却听得刘岳道, 我现在是孤家寡人一个, 又有谁会派我呀, 只是听说你们新进成立, 过来看看新鲜。 另外江湖传言, 说京风现在跟着你混, 我就顺便看看他在不在咯。 铁骑冷笑道, 哼,江湖传言, 我们刚成立一个多小时, 江湖传言就已经出来了吗? 刘岳摇晃着脑袋道, 江湖的事儿, 大家都说不清楚, 就像你们帮派成立不过一个多小时, 这原来帮派的人不都来了吗, 传得也很快吗? 风潇潇暗笑, 这分明是在胡搅蛮缠嘛, 他们帮派互相都是好友, 一传十十传百, 消息当然很快就人尽皆知了, 不过此时, 也不再给铁骑说话的机会, 风潇潇立刻接过话头道, 铁帮主, 既然已经回答了你, 我们这可就要走了。 铁骑盯着风潇潇, 半嗓没有说话。 风潇潇忽然道, 对了, 铁帮主啊, 另外有件事儿, 我觉得我有必要告诉你一声。 铁骑眼睛一亮道, 什么? 风潇潇望了一眼他手中的盘农枪, 然后道, 你的盘农枪对我的飞刀是没用的。 铁骑虎去一阵, 表情古怪地说道, 你说什么? 风潇潇笑了笑, 哼, 我想你是明白的, 如果不信的话, 不妨找机会去问问龙岩吧。 说完对刘跃道, 走了。 临去前, 风潇潇又朝对方人群的最深处望了一眼, 那里, 老大和逍遥都垂个头, 仿佛周围的事情与他们无关。 风潇潇叹了口气, 转身而去, 而身后的众人, 再也没有发出一点动静, 因为他们的帮助铁骑, 此时已经完全神游天际了。 路上, 风潇潇忽然道, 哎, 刚才你和旭日打得怎么样啊? 自己是称其为老大的, 但是在外人面前, 不提他名字, 谁会晓得他说的是谁? 旭日这两个字, 风潇潇觉得特别的生僻, 特别的懊口, 不时刻提醒着点自己, 自己都不知道这人是谁。 刘月笑道, 哈, 他故意放水, 想把我推出门外, 可惜啊, 铁骑突然横加干预了。 风潇潇有些担忧地说道, 那是不是说, 铁骑已经看出来了呀? 刘月的面色也是有些凝重, 这个比较有可能啊, 而且后面你几次出手, 估计都能够猜到是你了。 他和逍遥以后, 在铁骑蒙里可不好过啊, 就算因为有实力, 铁骑舍不得提他们走, 但肯定是得不到完全的信任了。 还有一句, 刘月咽回了肚子里, 就像那时的我在飞龙山庄一样。 京城的大门就在眼前了, 忽然, 一大堆人从门内钻了出来。 风潇潇和刘月对视了一下, 风潇潇苦恼道, 我靠, 这伙人又是谁呀, 不会又是针对咱们的吧, 这还有完没完了。 等到近处一看, 居然是飞云带着龙岩, 弄花等众多飞龙山庄的人, 看到两人, 飞云面露喜色道, 怎么样,你们没事吧? 风潇潇摇头道, 我没事, 她受了点伤。 然后给刘月发了条消息, 哎,你叫的呀。 刘月立刻回复, 当然不是了。 两人对视一眼, 都是彻底地醒悟, 那意思是, 果然有安内奸。 而此时, 风潇潇发觉飞云等人的目光, 突然都射向了自己的背后, 转头望去, 铁骑带着手下的众人, 正大步流星地朝这边走来。 飞云等人盯着铁骑蒙的人过来, 完全没有退让的意思, 反而一起踏前了几步。 被夹在两方中间的风潇潇和刘月, 下意识地站到一旁。 铁骑蒙的人目不斜视, 步子越迈越大, 仿佛要把飞龙山庄的人踩在脚下, 踩着他们身子过去一样。 十米, 五米, 三米, 两米, 一米。 距离不断地接近, 但他们始终没有停下。 飞龙山庄已经有人伸手按上了兵器, 甚至有人已经准备拔刀相向, 却又被飞云伸手示意给阻止了。 而他自己却再度踏前了半步, 直盯着铁骑蒙带头那人。 铁骑蒙带头的人当然就是铁骑了, 此时两群人之间的距离不过半米, 就是握手都会显得放不开手脚, 而铁骑蒙的人终于停下了脚步。 铁骑也像飞云一样迈前了半步, 正好是直面飞云。 铁骑和飞云之间的距离, 亲密地像是一对恋人, 而两人的眼中也蹦出了火花, 当然不是爱的火花。 铁骑咧着嘴道, 飞云帮主好久不见哪。 他比飞云略高, 这一张嘴仿佛要把飞云的鼻子咬下来一般。 飞云却连动都没动, 只是微皱了一下眉头道。 对不起,你有口臭。 铁骑的脸绿了, 而不属于任何一方人群的一侧, 有一个人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这个人是风萧萧。 如果换作是普通人, 此时能不被大蟹扒块已经算是幸运了, 但此时笑的偏偏不是普通人。 铁骑蒙的人虽然免不了要朝这边看上一眼, 但个个脸上那表情那叫一个平静。 没有人露出哪怕是一分过激的表情。 换了除了风萧萧的任何人, 就算会冲上来报复, 大家也有时间组织抵抗。 但风萧萧是一抬手就要人命的角色, 而且江湖传言, 风萧萧做事是不经过大脑的, 让他难堪的人几乎没有解释的机会就会死在他的飞刀之下。 可这个完全是个误会啊, 让风萧萧难堪的人都会死在他的脚下被踩死。 风萧萧只是觉得好笑, 于是他就笑了, 他并没有意识到, 在这种情况下的一声笑, 已经完全替他表明了立场。 意识到这一点之后, 脸绿的人已经不止铁骑一个了, 而飞龙山庄则是个个欢欣鼓舞。 处在人群后方的老大和逍遥, 此时脸上愁云更胜了。 如果不是有风萧萧, 这两个尖刀般的人物怎么会躲在这最后面, 肯定是不离铁骑左右, 此时正与飞龙山庄的人用眼神决斗了。 两人是越来越糊涂了, 如果刚才他是为了救刘月, 那还算合情合理, 但此时他怎么会站在飞龙山庄那边 与铁骑蒙为难呢? 最起码也应该是置身室外两不相干嘛。 看来今天回去, 要好好地审讯一下他, 必要的话, 何以出动满清十大酷刑? 飞云不知是不是受风萧萧表明立场的影响, 此时脸上的笑容非常由衷, 对比铁骑一脸的铁青, 第一回合的一句话交锋, 胜负力判。 铁骑缓和了一下情绪, 缓缓地说道, 我们要进城, 叫你的人让让。 飞云这次没有再嫌口臭, 而是微笑道, 哈哈, 京城一共有四个城门, 你们可以走另外三个。 铁骑的眉毛一扬道, 哦, 你这是故意找我们麻烦咯。 飞云淡淡地道, 哼, 四个门你哪个都不走, 偏偏要走这个, 是你们找我们麻烦吧? 我们是要找你们麻烦, 但还不是现在。 那既然不是现在, 你为什么还偏偏要走这个门呢? 铁骑沉默半晌后道, 银未尽, 噗, 又有人笑出声来, 众人扭头, 又是风潇潇。 刚才欢欣鼓舞的, 一时间没了笑容, 而脸已经变绿的, 又回复了些许人气。 不过大家的心里, 都有了一个疑问, 你呀到底是帮哪边的呀? 风潇潇边笑, 边摇着手说道, 哎呦,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你们继续啊, 你们继续。 铁骑和飞云的心中, 其实都想把风潇潇揪过来问个清楚, 但是现在显然不是时候, 两人的视线从风潇潇那里移回来, 这次, 微笑挂在了铁骑的脸上。 怎么样啊, 飞云帮主, 可以让让了吗? 铁骑刚才的理由, 虽然有些可笑, 却是大实化, 是实实在在的一个理由。 飞云却依旧道, 不可以。 哦, 为什么? 因为我们懒。 这时候, 又是一阵哈哈的笑声, 众人都已经要崩溃了, 但是大家随即立刻意识到, 这次的笑声, 来自于另外一个方向, 绝对不会是风潇潇。 众人忽然有了种喜出望外的感觉, 风潇潇潇, 大家不敢发现, 你又是个什么东西, 随随便便敢在这里笑。 众人用怒火点燃自己的双眼, 一起朝笑声传来的方向望去, 一条人影正在从城墙上跃下, 众人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能从城墙的高度跳下, 就说明能跳上这么高, 而能跳得这么高, 这个人的武功, 这个人已经落到了地面上, 随随便便地站在那儿, 腰间随随便便地插着一柄剑, 但是众人已经快要吐血了, 大家急急忙忙地熄灭自己眼中的怒火, 吞下一道嘴边骂人的话语, 蓄势待发的兵器, 也藏到了没人注意的角落里。 在小说里有句话, 叫做为人不识沉浸难, 就算英雄也枉然, 而在这个江湖里, 如果你说你不认识一箭冲天, 那么很显然, 即使你是高手, 那也是一个非常没有江湖常识的高手。 铁骑也是一代高手, 但是作为铁骑盟帮主的他, 自然会受到飞龙山庄这些敌对帮派的人 唾弃、诋毁, 这些人绝对不会崇拜他。 飞云、事首喜、我从哪里来, 这些成民很久的江湖高手都有这样的问题。 只有一箭冲天, 无帮无派的他, 可以接受全江湖任何一个角落, 任何一个人的崇拜。 有人会觉得, 一箭冲天有些傲气, 有些盛气凌人, 但立刻会有人告诉他, 人家是江湖第一高手, 当然有资格傲, 有资格盛气凌人了, 更何况, 一箭冲天的朋友, 从来没人说他傲, 说他盛气凌人的呀。 哎, 那他们都说他什么呀? 他们呀, 都说他很无耻, 点点, 点点, 点, 从来没有帮派立场的一箭冲天, 此时笑着出现了, 这意味着什么呢? 很久以后, 还有人在问这个问题, 哎, 一箭冲天当时笑着出现, 这意味着什么呀? 有人告诉他, 嗨, 没什么, 他出场的时候向来是这样, 他笑呀, 不过是要告诉大家, 我来了。 但在此时, 一箭冲天的出现, 铁骑和飞云之间的暗战, 也不得不暂告一个段落, 两人一起向一箭冲天抱拳道, 一箭兄, 一箭冲天, 是大家都想招揽的对象, 但是既然招揽不到, 那就成了谁也不愿意得罪的对象, 任何时候都是。 一箭冲天微笑着向两人抱拳问好, 此时刘月正在问风潇潇, 哎, 你叫来的呀, 风潇潇摇撩头, 当然不是了。 铁骑此时说道, 一箭兄突然驾临, 不知有何贵干哪。 一箭冲天道, 哦, 我只是想找你问问, 清风那伙人现在在哪儿? 铁骑面色一寒, 但面对着一箭冲天, 却还是打着哈哈道, 哎哟, 真是奇怪啊, 今天怎么人人都找我打进京风的下落呀? 风潇潇是黑黑的笑道, 哼哼, 现在知道是谁叫来的吧? 刘月道, 当然了, 肯定是飞云叫的。 一箭冲天笑道, 哦, 因为江湖传言, 这次铁骑蒙能新开张, 全凭京风和他天杀的支持, 可见铁骑兄和京风的关系很不一般呢, 自然是找你打听他的下落了。 一箭冲天的话, 和刘月说出来的分量绝对是不一样的, 铁骑蒙的人群中, 已经不大不小地起了一些波澜。 铁骑却冷笑道, 哼, 好一个江湖传言, 我真想不通, 这个传言是怎么这么快就传遍江湖的, 连一箭兄你都听得到。 飞云帮主, 我想你一定清楚吧, 另外, 天杀不是你们飞龙山庄的组织吗? 铁骑蒙帮众的骚动又剩了几分, 铁骑的话, 意在暗指这一切都是飞云他们在搞鬼。 飞云泰然处之道, 京风私下成立天杀, 已经被我竹鼠帮派, 参与此事的也一个都没有放过。 铁骑阴阳怪气道, 哎哟, 竹帮? 哼, 这竹帮既不会被降等级, 也不会被扣武功熟练, 我想, 这不过是飞云帮主你变的一个戏法吧。 飞云淡淡道, 究竟是什么戏法, 或者是谁变的戏法, 咱们不需要做口说之争, 日后一切自然会见分晓。 这一次, 铁骑的表情是真真正正地变了, 他恶狠狠地说道, 今天这路你是让还是不让? 飞云此时微微一笑道, 好, 让, 自然是让了, 站了这么久, 我们也都累了。 说完他一挥手, 身后众人朝两边一散, 让开了一条通道, 而飞云自己也朝一侧一站道, 铁骑帮主, 请。 铁骑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也不忘瞅着一剑冲天和风潇潇各一眼, 一言不发, 大步地朝前走去, 而铁骑盟的帮众们也默默地跟在了铁骑身后, 刚才一系列的对话, 让他们此时的步伐已经有些迟疑。 老大和逍遥走过去时, 望着风潇潇欲言又止, 风潇潇笑了笑, 发了条消息给两人, 回去再说吧。 两人点点头, 随队伍离去, 风潇潇向一剑冲天道, 诶,怎么你一个人过来的吗? 无痕呢? 这种情况下, 一般会是两人一起出击的。 一剑冲天一笑道, 这会儿啊, 大概已经爬上城头了吧。 风潇潇放眼望去, 城墙上一条人影, 正在朝城门这里飞驰。 人影的速度并不慢, 而且说得上很快, 应该可以说是江湖上的一流庆功了。 这样的轻功还是跃不上墙头, 可见轻功各有长处的说法, 绝对不是扯出来的。 风潇潇望着她的身影, 忽然道, 诶, 她上去干什么呀? 一剑冲天道, 哎呀, 门口堵满了, 为了看戏, 我们当然只好上去了。 风潇潇诧, 可是现在戏已经完了呀。 哎呀, 我也挺惋惜的呀, 她呀, 只好再跑下去去了。 风潇潇为剑无痕默哀, 而此时, 剑无痕已经跑到了城门的上面, 看到大家都抬头仰望着她, 而一剑冲天也到了下面, 她大叫道, 哎, 你怎么下去了? 一剑冲天也叫道, 没事了, 你也下来吧。 风潇潇看不到剑无痕的脸色, 估计应该和死灰差不多, 一场大战几乎已经可以预计了, 不过就算剑无痕想吞了一剑冲天, 也得先下来再说, 但是她在上面一动不动, 估计是被气得不知道干什么好了。 风潇潇的心头一软, 一动身, 脚蹬成墙, 啪啪啪树声, 就上了墙头。 果然剑无痕如自己所想, 一脸死灰, 魂不守舍。 风潇潇上前拍拍道, 来, 我带你下去。 风潇潇的轻功, 上这个墙头轻而易举, 估计带个人也不成问题。 当然, 也得是剑无痕这种轻功有造诣的, 随便一个人还是不行。 剑无痕有些茫然地望着风潇潇一眼, 风潇潇看到, 她的右手捏着剑柄, 轻轻抱紧。 风潇潇拍了拍她, 放轻松点, 没事的。 拉着剑无痕来到墙边, 风潇潇还是有些不放心的道, 哎, 你可记得, 也用轻功啊。 看剑无痕一脸恍惚的模样, 别她一时想不开, 让自己也跟着垫背了。 剑无痕点头, 风潇潇拉住她道, 跳了。 剑无痕非常配合风潇潇的, 一跃而出, 让风潇潇松了一口气, 至少自己是性命无忧了。 但到距离地面尚有些距离时, 剑无痕突然一脚登墙, 挣脱了风潇潇抓着她的手臂。 风潇潇一愣, 但随即明白她要做什么了, 于是也没有强加阻拦。 众目睽睽之下, 正在下落的剑无痕突然就横飞出来, 当狼一声长剑出鞘, 手腕一抖, 令人眼花缭乱的剑光倾泻而出。 普通人根本看不清她这一下到底有多少道剑光, 但风潇潇却看得很清楚。 十三, 十三道剑光, 是剑无痕的绝招, 追魂十三剑。 其他人惊讶于这一剑的声势和速度, 但是更惊讶于这一剑的攻击对象。 数道剑光, 全部是指向了一剑中天, 大部分人都还没弄清楚这人是谁, 但是无论是谁, 应该是风潇潇他们的朋友没错, 那他为什么会向一剑冲天出手呢? 还是这么狠的杀手? 这在风潇潇的眼中是司空见惯的事了, 在别人看来却是无法理解的。 一剑冲天, 大概也早已做好了心理准备, 就在剑无痕和风潇潇跃下时, 他已经神不知鬼不觉地悄悄把剑拔在了手上, 此时更是振笔一挥, 手中剑光一晃, 一剑带手, 六剑齐出, 化作六道惊鸿, 直超扑来的剑无痕飞去。 周围的众人都沸腾起来了, 一剑冲天出手, 已经是近些日子里很难看到的事情了。 以前有络绎不绝的挑战, 让大家时不时地就有机会一睹风采, 不过, 自从和铁骑那一战之后, 已经没有人再想挑战这回事了。 六道飞剑迎上剑无痕刹那间刺出的十三剑, 数量上虽弱, 但是气势上完全不落下风。 数声碰撞汇聚在一起, 发出的是一声惊天动地般的巨响。 观战的众人脸都白了, 不由自主地后退了一步, 却都是因为心中带想, 如果这一剑弓到我的身上, 那会怎么样? 巨响之后, 剑无痕一个后翻, 在空中极尽能逝的几个漂亮折身之后, 潇洒落地, 剑尖斜指地面, 面容不改, 表情沉稳, 却也不入喜色, 看得出, 谁都没有占到上风。 再看一剑冲天, 手臂向后一撤, 剑尖却是斜指向天, 六柄飞出的长剑, 经过刚才一击, 现在是七零八落。 但经一剑冲天这么一挥, 六剑再现生机, 一起飞回, 互相交叉着, 贴到他手里的那柄剑上。 更让大家惊奇的是, 这六柄剑居然开始旋转, 一剑冲天的手里, 就像是举着一个风车一般。 这可是所有人都没见到过的奇异景象, 包括风潇潇在内。 他在心里暗道, 这怪不得叫七绝悬风剑。 七绝是明白了, 难道悬风二字, 就是因此而来?